欢迎收看3月14日的时说新闻 我是主持人Jan 游民问题一直是加州政府和居民心头的一根刺 洛杉矶新市长贝斯去年刚上任时 曾大刀阔斧整顿游民问题 街头游民帐篷层一度减少 但最近游民们似乎又卷土重来 贝斯也在近日表示 要治理游民问题仍有很多障碍 洛杉矶街头的游民究竟有何变化 整顿游民问题的难点在哪 今天的时说新闻带您勇闯游民区 一同思考游民问题的症结所在 2月年12月 刚上任的贝斯将游民危机设置为紧急状态 发起InsideSafe内部安全计划 表示要在6个月内大力挥扫流浪汉 并为其安顿住处 当时政令下发后 时说新闻团队立即走访了知名游民区Skethro 沿途看见天桥上的帐篷只剩一两顶 Skethro区域的游民数量也有所减少 许多环卫工人和游民在辛勤地打扫卫生 还有政府人员设置的帮助点 自贝斯上任以来 内部安全计划首先在好莱坞和威尼斯区域进行 共安置约100游民 贝斯在1月31日曾巡视其中一处临时住房 居民们都开心地向贝斯表示 很开心能有住处 终于不用担心被驱赶 贝斯表示 内部安全计划在洛市南区已出建成效 会持续向西推进 Skethro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东南区域 是洛杉矶市内最大的游民区聚集之一 根据洛杉矶市政府的统计 Skethro区域的无家可归者 人数约为5000人左右 其中大多数都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游民 在此次走访过程中 这里的街道两旁 还是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游民帐篷 帐篷周围还堆满了各式杂物 包括自行车 炉灶 沙发 甚至还有健身器材 在一些没有商家的街道上 游民帐篷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 相较去年走访式的情形 并没有太大改善 距离Skero不远的华步 Chinatown地区 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游民问题 有商家表示 店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十几期小金额盗窃 她以习以为常 洛杉矶是另一处游民聚集地 居住在好莱坞的华人李女士表示 在二三年一月时 看见家附近的游民在收帐篷 心想游民问题终于要解决了 没想到最近街边的游民帐篷又多了起来 在走访过程中 市说新闻团队发现 在好莱坞活动的游民大多没有固定的帐篷 只是拖着一两件行李在街头游荡 即便是在人潮涌动的星光大道上 也有游民可以庞若无人地在街头数睡 老莱坞大道以东 有游民甚至在路边盖起了房子 不仅有主屋 甚至还有门廊区域 房顶上也插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 看上去十分气派 市长贝斯表示 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路途 而且他没有任何神奇的解决方案 不过 他看到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就是在公有财产上建造城市 其中一个问题的症结在于 流浪汉们尽管有带金券 却被房东拒之门外 贝斯希望 有房屋出租的民众可以逐渐接受流浪汉 进而为解决流浪汉问题上推动一大步 虽然相关单位已清理室内的十个流浪汉营地 营地中共427人已转移到 汽车旅馆所提供的临时住所里 其中20人已经入住永久性住房 但贝斯也指出 解决流浪汉危机的其中许多障碍都是政府设置的 如官僚程序和服务提供商不能立即提供所需的服务 此外 并非每个议会区都有负担得起的汽车旅馆作为临时避难所 以限制人们被搬离他们曾经的营地 游民问题看起来好像已经得到真正的解决 并受到很多媒体的高度赞扬 但在试说新闻小组进行实地走访后 却发现实际情况与网路上呈现的不同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流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以上就是今天试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